起 雾申 公元前十三年 至 鬼丑 公元前八年 一共六年 汉成帝有始四年 雾申 公元前十三年 春季 正月 成帝前往甘泉 在太季天 大赦天下 三月 又前往河东 祭祀后土神 夏季 大汉 四月 鬼魏十一月 常乐宫临华殿和魏央宫东司马门都发生火灾 六月 甲午 二十三日 霸凌墓园门阙发生火灾 秋季 七月 新卫会 三十日 出现日食 冬季 十一月 更申 二十一日 魏将军王商因病免职 梁王流利 骄横放纵 没有节制 甚至一天之内犯法十一次 梁湘宇奏报说 刘丽对外妻抱有怨恨 恶言相加主管机关追查验证 由此揭露出刘丽与姑妈刘元子通奸乱伦的丑事 奏报说 刘丽有禽兽行为 请求处以死刑 太中大夫古勇尚书说 臣听说 依照礼仪 天子要在门外修建屏障之墙 是不想直接看见外面的情景 帝王的本意是不愿窥视别人的闺门隐私 窃听人家在内室的谈话 春秋为亲者慧言过失 而今梁王年少 疯癫病颇厉害 最初追查验证的是对外妻恶言相加的事 既然无事实证据 却又转而揭露门隐私 以部署原本指控的内容了 梁王的诉词又不承认 用笔漏的手段勉强弹劾流利 附会罗织一些难以查明的事 仅仅以片面之词定罪 对国家的治理是无益的 电窝宗室把内部阴乱的恶行 披露宣扬于天下 这不是为皇族掩饰过失 为朝廷增加光彩 张明胜德之风化的做法 我愚昧地认为 梁王年少 而姑母年长 两人年龄不相当 以梁国的赋予 足可以用金钱厚聘美女 罗志妖艳 姑母也有耻辱之心 追查者本来是追问购骂外妻的事 他为什么胡乱揭发起自己的烂伦之事呢 从这三点揣测 通奸之事恐怕不合人情 我怀疑供辞是在逼迫的情况下 讲错了话 文力抓住不放 顺此穷追 是供辞没有回转的余地 在事情还处于萌芽之时 请陛下开恩 不要处置 这才是上策 既然已对此事进行了追查验证 打算依法处理 那就应以梁王对罪状不服为理由 下诏命令廷位挑选道德高尚 通情达理的官员 重新审理 详佳讯问 公布查不属实的结论 确定当初审理的失误 反过来将梁王清白的情况 交给有关官员处理 以推广使疏远的皇族亲父的美德 洗刷宗室被污蔑的耻辱 从而符合处理亲属关系的原则 成帝于是把此案搁置 不予处理 这年任命私利校尉 蜀郡人何武为经兆言 何武作官吏 奉公守法 引进良善之人 赤退邪恶之辈 在魏时虽没有赫赫名声 但离开后常常被人怀念 元延元年 即有前十二 元延元年 即有公元前十二年 春季 正月 几亥朔 初一 出现日时 人须 二十四日再次任命王商为大司马 魏将军 三月 成帝前往雍城 季四五 夏季 四月 丁有 初一 天空无云而响雷声 有流星从太阳下面划过 直奔东南而去 光辉照耀四面天空 向在下星雨 自从傍晚深时直到天黑才停止 大赦天下 秋季 七月 有一星出现于景速 因为发生灾害和变异 成帝广泛地征求群臣的意见 北地太守古勇回答说 作为君主 若亲身实行道德 承顺天地的旨意 那么自然的五种征后 会按顺序正常运转 百姓会长寿 祥瑞征兆会同时降临 若不按正道形式 违背上天的旨意 浪费财物 则罪责的征兆就会尤其显著 妖孽同时出现 积极连续发生 若中部醒悟改悔 恶行普遍 上天就不再做谴责的警告 而将天命归于另一位有德的君王 这是天地的正常规律 他对所有的君王都是一视同仁的 此外 还会考虑到君王的功德 有厚有薄 期限有长有短 资质有高有低 所处时代有中期 晚期 同时天道本身的变化 也有胜有衰 陛下继承西汉八位皇帝的工业 正当阳述中的末迹 接近二百一十年的结束 遭逢一经上无望挂的命运 正当百六之灾难 三种灾难 性质都不一样 但却掺杂会合在一起 见识元年以来 二十年间 各种灾害 获大的天象变异 如群峰四起 比春秋记载的还要多 这表示 对内来说 深宫后庭之中 将有骄横的内臣 和凶悍的姬妾 醉酒狂乱 促起败坏国家 北宫花园街巷之中 是臣和姬妾家里的幽静之处 将会发生下征书 催住那样的变乱 对外来说 普天之下 将会发生 梵病 苏令 陈胜 向良之辈 奋毙造反的灾祸 现在正处在平安和危机的分界线上 是宗庙能否保存的最为忧愁的时期 所以我古永干冒胆破心寒的杀头之祸 连年发出这种预言 下面有变乱的萌芽 然后才会在上面演化成变乱 怎能不谨慎 祸患是从细微逐渐发展而来 奸恶是因轻视忽略而产生 愿陛下端正君臣大义 再不要与那群小人亲侠 玷污身份 同他们在一起饮宴 应严格按照三纲的原则 治理后宫 压制疏远那些骄横妒疾的宠妃 尊昆重真晚 顺服的得行 出门时 要先朝见皇太后 使用皇帝遗仗 然后才可出宫 在街上布列士兵 清到戒严之后 才可走上街头 不要再紧带几个随从 就独自出宫 到臣妾家 吃饭饮酒 以上三点除去以后 发生内乱的道路 就被堵死了 而今天下到处举兵谋反 变乱蒙发于人民基锦 而官吏不佳体恤 产生于百姓困苦 而富脸沉重 发端于下层人民怨恨背离 而上面却不知道 红范传说 人民基 锦 不减少赋税 却宣称国泰民安 一定蒙祸而死 郡国连年遭受水灾的损失 和卖不收 这正是应该减免长税的时候 而有关官署 却奏请增加赋税 这与儒家经典的大义甚为不服 不顺民心 是昭怨惹祸的做法 我请求陛下不批准家父的奏吻 再减少一些奢华的费用 广泛的不失恩责 朕继善给困乏之人 下赤书劝民勤于耕田职丧 以此来安抚小民之心 各地的叛乱也许就可平息 钟磊校尉刘相上书说 我听说 帝顺曾警告伯宇 不要像丹珠那么骄傲 周公曾告诫成王 不要像阴咒王盛名的帝王 常以败王变乱的势力告诫自己 不忌讳谈论王朝的费心 因此我才敢极力陈述愚昧的见解 请陛下留审考察 查考春秋242年里 日识不过才36次 可是现在连续三年发生日识 自见识年间以来 二十年的时间就出现日识八次 平均每二年六个月就出现一次 古今罕有 天象变异有大小 疏密之分 而战宴结果也有迟早 缓急的区别 官秦 汉的改朝换代 看汉惠帝 昭帝都没有后四 查昌翼王刘鹤被废夺太子位 揽孝宣皇帝 成天命崛起继位 都有便意明确地记载在汉的编年史书上 上天的舍异 上天的舍弃和辅救 岂不是十分清楚吗 我有幸为皇族弱之后裔 诚然看到陛下有宽厚贤民的圣德 希望能消除变异 而复兴商高宗 周承王那样的声誉 以增高流逝的工业 因此才不断恳切地冒死上书 天象复杂 难以向陛下述说清楚 我虽呈现上天文图表 但仍需口说解释 然后才能使陛下明白 请陛下赐一点清闲的时间 让我指着图表向陛下详述 成帝立即照流向进攻 但是到底不能采纳他的建议 弘阳侯王力举荐陈贤为方正 通过御前殿氏 被任命为光禄大夫给示忠 丞相敌方进再次上奏说 陈贤从前位列九卿 因为贪比邪恶而获罪免官 不该以方正资格被举荐 并担任中朝官 同时弹劾说 红阳侯王力在选拔举荐人才时 故意不报告真实情况 成帝下诏免去陈贤的官职 但不许弹劾王力 12月已为初二任命王商为大将军 辛亥18日王商去世 他的弟弟红阳侯王力 按照顺序应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先前王力曾派他的门客 通过南郡太守礼上 以草田名义 占夺百姓新开墾田地数百请 然后上书 把这些田卖给国家 多收取田价约一亿万以上 丞相司职孙宝揭发了这件事 成帝因此废除王力 而任用他的弟弟光陆勋 屈阳侯王根 更申 27日任命王根为大司马 票骑将军 官位特进的安昌侯张宇 请求成帝把平陵肥牛亭那片土地赐给他 屈阳侯王根表示反对 认为此片的在平陵墓园寝庙附近 正当衣冠出游的必经之路 应换一块的赐给他 成帝不听 终于把那块的赐给了张宇 王根因此对张宇的得宠十分度恨 多次在成帝面前诋毁张宇 但是成帝却越发尊敬后代张宇 张宇每次患病 成帝督打听他的饮食休息情况 甚至坐车到张宇家问候 亲自在病床前拜见张宇 张宇叩头谢恩 张宇的幼子没有官职 张宇频频用眼看那个孩子 成帝就在张宇床前封他为黄门郎给适中 张宇虽然家居 但以特进的身份当天子的老师 国家没有大事 成帝必与他磋商后才决定 当时利民中有很多人上书 谈论灾疫的出现 讽刺指摘王室专权招致灾疫 成帝也认为颇有道理 但又觉得事实不明显 就坐车来到张宇的宅邸 平退左右 亲自询问张宇关于天象变异的事 把利民尚书谈到的王室之事告诉张宇 张宇清楚自己已年老 子孙太弱 又与屈阳侯亡根不合 恐怕被王室怨恨 就对成帝说 春秋上记载的日时 地震或者因为诸侯互相攻杀 或者因为一敌犯中国 上天降下灾害变异 含义十分深远 难以明鉴 因此圣人很少谈问天命 也不说有关神怪的事 性命与天道 连子贡之辈也未能听到孔子谈论 更何况那些见识肤浅笔漏的儒生所说的话呢 陛下应该使政治修明 用善来应对上天的警戒 与陈下一同多行善举 这才是儒家经义的本意 那些心学小生 胡言乱语 误人不浅 不要相信和任用他们 一切只按儒学经术 成帝一向信任爱戴张宇 因此不再怀疑王室 后来屈阳侯王根 以及诸位王室子弟 听说了张宇的话 都感到欢喜 于是亲近张宇 曾坐过怀礼县令的朱云 尚书求见皇帝 在公卿面前 朱云对成帝说 现今朝廷大臣 尚不能匡扶主上 下不能有益于人民 都是些白站着官位 领取俸禄而不干事的人 正如孔子所说 卑鄙的人不可让他侍奉君王 他们害怕失去官位 会无所不为 我请求陛下赐给我上方斩马剑 斩断一个宁臣的头颅 以警告其他人 成帝问谁是宁臣 朱云回答说 安昌侯张宇 成帝大怒说 小小官员在下 竟敢诽谤国家众臣 公然在朝廷之上侮辱帝师 除以死罪 绝不宽恕 御史将朱云歹下 朱云紧抓住宫殿栏杆 栏杆被他拉断 他大呼说 我能够追随龙旁 笔干 由于地下 心满意足了 却不知盛名的汉王朝将会有什么下场 御史挟持着朱云压下殿去 当时左将军新庆祭脱下官帽 解下印信受贷 扶在殿下叩头说 朱云这个臣子 一向以狂颠耿直 闻名于世 假使他的话说的对 不可以杀他 即使他的话说的不对 也本该宽容他 我敢一死请求陛下 心庆祭叩头流血 承帝怒意烧解 杀朱云之事碎作罢 后来 当要修理宫殿栏杆时 承帝说 不要变动 就原样补和以下 我要用他来表彰直臣 十 匈奴搜邪蝉鱼将入巢 未入色 并死 地且墨车利 为车牙若蝉鱼 以囊枝牙丝为左贤王 匈奴搜邪蝉鱼 将要到长安朝建 还没进入边赛 就在半途得病而死 他的弟弟且墨车继位 为车牙若蝉鱼 他任命囊枝牙丝 为左贤王 北帝都尉张放道任才数月 就又被征召入宫当事中 皇太后之书承帝说 先前我交代你的事 你尚未办 怎么复贫侯 反而又回到京师 我能不说话吗 承帝谢罪说 请让我现在就奉召去办 于是命令张放离京 出任天水蜀国都尉 着生少府许商 光禄薰师丹为光禄大夫 斑驳为水恒都尉 并肩逝中 官制都是中二千十 承帝每次朝见太后 常常让他们跟从前去 欲有国家大事 都派他们向公卿 传达皇帝的御旨 承帝也逐渐厌倦了游乐 又重新学习儒家经书 太后大为欢喜 本年 左将军新庆祭去世 新庆祭是国家御敌的虎将 适逢天下承平之士 匈奴 西域都亲赴中国 也都崇敬他的威信 元延二年 更须公元前十一年 春季 正月 承帝前往甘泉 在太季天 三月 前往河东 祭祀后土神 祭壁 游览龙门 登上立关 归徒又登华山 然后回长安 夏季 四月 命广陵孝王的儿子 留守继承王位 最初 乌孙王国 小昆米安日 被投降乌孙的人杀死 各陵后陷于大乱 成帝下召征召原先的 金城太守段惠宗为左曹 中郎将光禄大夫 命他恢复乌孙秩序 使各方和睦 段惠宗福利安日的弟弟 墨镇江卫小昆米 安定乌孙之后 就返回了 当时乌孙大昆米 慈利米勇猛飘汉 墨镇江害怕被他吞并 就派遣贵族乌日领诈祥 乘机刺杀了慈利米 汉朝准备出兵讨伐 而一时未能做到 便派遣中郎将段惠宗 福利解忧公主的孙子 侯志弥为大昆米 很久之后 大昆米和灵侯南妻 杀死了墨镇江 让安日的儿子安黎米 代替墨镇江为小昆米 汉朝悔恨没有亲自诛杀墨镇江 就又派遣段惠宗 蒸发物己校尉统领的诸国兵马 前往诛杀墨镇江的太子藩丘 段惠宗恐怕大军进入乌孙 会使藩丘受惊 若亡命逃跑就找不到他了 于是让所蒸发的大军 留住殿楼地 仅挑选三十名精兵 人人带着弓弩 竟直来到昆米驻地 召见藩丘 向他谴责墨镇江的罪状 随即亲手举剑 刺杀了藩丘 藩丘手下官兵惊恐万分 骑马逃奔回去 小昆米安黎弥坤 率领数千骑兵 包围了段惠宗 段惠宗向他讲了朱砂翻丘的来意 又说 今天你们包围了并杀死我 就像拔下汉牛的一根牛毛罢了 可是大腕国王 置之缠鱼的人头 高挂在长安街上也 是你们乌孙所知道 昆米及手下人等都未复了 小昆米说 墨镇将有富于汉朝 朱砂他的儿子是可以的 为什么偏偏不告诉我呢 也好让我为他鉴别 段惠宗说 欲先告诉昆米 你会让他逃跑藏起来 这就犯了大罪 如果你为他鉴别后 再把他交给我 会伤害你们的骨肉恩情 因此没有事先告诉你 昆米和手下人等号哭撤兵而去 段惠宗回到长安 奏报事情经过 成帝赐给段惠宗官内侯的爵位 赏黄金百金 段惠宗奏告 由于南七诛杀了墨镇将 请封他位坚守都尉 追究大陆 大监因不能救护慈利弥 而使他被杀的责任 收回他们的金印 紫寿换为铜印 墨寿 墨镇将的弟弟碑元 本是共谋刺杀大昆米的主兄之一 率领部种八万人逃往北方 依附康居王国 图谋借用康居兵马兼并两昆米 汉朝又再一次派遣段惠宗 与都户孙建合力防范碑元 自从乌孙王国分立两个昆米 汉朝忧虑和辛劳 几乎没有一年安宁 这时 康居王国又派王子到长安 作为人质 入使汉朝皇帝 并向汉朝进贡 都户郭顺尚书说 过去匈奴强盛 并非因为兼并了 乌孙和康居两国 现在向中国称臣归降 也不是因为失去了这两国 汉朝虽然都接受了 他们送来做人质的王子 但三国之间互相贸易 赠送 来往跟从前一样 他们也互相窥视 等待 亦有机会即发动攻击 和好时 不能互相亲近信任 分离时 也不能将对方当作陈属来一时 以现在的状况来说 汉朝与乌孙缔结婚姻 终究没有得到利益 反而为中国惹事 然而乌孙既然与汉朝早已结好 现在和匈奴都臣服于中国 从大义出发 不可拒绝他们朝贡 而康居傲慢狡猾 一直不肯对汉使行叩拜礼 都护府官员到他们国都 接见时座位排在 汉孙等国使者之下 吃饭时国王以及贵族 先饮食完毕 才让兜户府官员进餐 故意做诸不注意汉使的样子 向庞国夸耀 由此推测 他们为什么要派王子入室呢 是想做买卖 而用好话来行诈 匈奴是众多的外族中 最强大的国家 而今侍奉汉朝十分周到 假使听说康居不败汉使 而且使匈奴缠于 产生后悔自卑之心 应该送毁康居王子 和康居断绝关系 不再派使者前去 以表明汉朝不跟无理的国家交往 朝廷认为 康居第一次派遣王子入室 汉朝应重视远方之人 终于还是采取笼络政策 没有断绝交往 原言三年 辛亥 公元前十年 春季 正月 秉吟 初时 蜀郡民山发生山崩 土石堵塞长江达三日之久 下游江水枯竭 刘相对此异常现象非常厌恶 说从前 周朝时 齐山发生山崩 三条河川都枯竭了 结果周幽王被杀 齐山是周朝的兴起之地 汉朝本有蜀 汉兴起 而今初兴之地 山崩川节 惠兴肠尾又扫过射体 大脚从参宿一直走到陈宿的位置 汉朝恐怕一定要亡了二月 秉武二十日 封淳于常为定灵侯 三月 成帝前往雍城 在武祭祀 成帝准备在湖人面前 夸耀自己有很多禽兽 秋季 命令又扶风发动百姓进入南山 西字包 邪二谷 东道鸿农 南拿汉中 张摄罗网 捕猎熊皮等禽兽 用砍车装运至长阳宫射雄馆 用网围城围杖 把禽兽放到里面 命胡人赤手与野兽搏斗 杀死的野兽归斗兽人所有 成帝亲临观看 元炎四年 人子 公元前九年 春季 正月 成帝前往甘泉 在太季天 中山王流星和定陶王流星 都到长安朝见 中山王只由父陪同 而定陶王则把父 相 中尉都带来了 成帝奇怪 就询问定陶王 他回答说 汉朝法令规定 诸侯王朝见天子 可以由王国中官制在 二千使的官员陪同 父 相 中尉都是国中二千使的官员 因此让他们全都来了 成帝又命令他背诵诗经 他不仅能熟练的背诵 而且还能解释 另一天 成帝问中山王流星说 你只由师父一人陪同前来 有什么法令根据 流星不能回答 命他背诵上书 又背不下去 成帝赐饮食与他共餐 成帝已用完餐 他还在吃 吃饱才罢休 吃完起身下去 袜带松开了 他还不知道 成帝因此认为流星没有能力 而认为流星贤能 屡次称赞他的才干 当时诸侯王中 只有他们两人 跟皇帝血缘关系最为亲近 定逃亡祖母父太后 随王一起来朝见 私下馈赠礼物 贿赂皇后 赵昭仪以及票其将军王根 皇后 昭仪和王根见皇帝五子 也想预先私自结交诸侯王 以为长久之计 因而轮流在成帝面前 称赞定陶王 劝说成帝立他为祭祀 成帝自己也很欣赏他的才能 亲自为他主持家官礼后 送他回国 刘新这年十七岁 三月 成帝前往河东 祭祀后屠神 关东一带 坠落两颗陨石 王根推荐古勇 征召古勇入朝 被任命为大司农 古勇前后上书四十余次 内容互相略有重复 专门抨击成帝与后宫而已 古勇是王室党羽 成帝也清楚 不怎么亲近信用他 古勇任大司农一年多 患了病 休假满三个月后 成帝不批准他继续待职并休 及时免去他的官职 古勇数月后去世 随和元年 鬼丑公元前八年 春季 正月 大赦天下 成帝赵丞相敌方进 遇使大夫孔光 又将军连包 后将军朱伯进宫 讨论中山王流星 和定陶王流星 谁更适合继承地位 敌方进 王根 连包 朱伯都认为 定陶王是皇上弟弟的儿子 李济说 兄弟的儿子 如同自己的儿子 立他为后四 就成为儿子定陶王 是和立为四子 只有孔光认为 一里 立后四 应以血缘关系亲书为根据 此照上书盘庚记载的 商朝君王传位的方式 是哥哥去世 弟弟继位 中山王是先帝的儿子 皇上的亲弟弟 应立他为后四 成帝认为 中山王没有才干 再者 一里 兄弟的牌位 不能一同进入宗庙为理由 没有听从孔光的建议 二月 鬼丑 初九 成帝下诏 立定陶王留心 为皇太子 封中山王的旧父 见大夫冯申 位宜相侯 再增加中山国 彩艺三万户人家 以示安慰 成帝派职金武人红 暂时熟理大红卤职 持福节征召定陶王入京 定陶王上书 慈谢说 以我的才能资质 不足以充当太子 我愿暂时留住京师的定陶国底 早晚进宫问安 等到皇上有了亲子 我就返回藩国首土 成帝揽奏 批复说 以岳悟悟 十四日 成帝因为孔光的建议 不合自己心意 将他扁条为庭位 任命和武为御史大夫 最初 成帝下诏 访求燕商的后裔 发现已分散为十余个姓 无法推算 寻找出嫡系子孙 匡衡 梅福都认为 应该封孔子的家族 为商汤的后裔 成帝听从他们的建议 封孔吉为 殷少家侯 三月 孔吉为周城修侯 都进封为公爵 采役各一百里 成帝前往雍城 在武祭祀 当初 和武担任庭位时 曾上书建议说 末世习俗的弊病 是正事繁多 当今宰相的才能 又赶不上古代 而丞相义人 却独间三公主管的事务 因而国家长时间不能治理好 应该重新建立三公官职 成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夏季 四月 次区杨侯王根 大司马印信授代 设置大司马官署 取消票旗将军官职 任命御使大夫何武为大司空 封四相吼 大司马 大司空的俸禄 都增加到与丞相相同 使三公结构起背 秋季 八月 庚须 初九 中山王流星去世 匈奴车牙蝉于死 弟弟囊枝牙司继位 为乌珠流若蝉于 乌珠流蝉于继位后 任命弟弟了为左贤王 愚为右贤王 汉朝派遣中郎将夏侯藩 副校尉韩荣 出使匈奴 有人劝王根说 匈奴有快 泄入汉边的土地 直达张耶俊 出产奇异的木材 剑杆和旧英羽毛 如果能得到这块地 可使边疆大为富饶 国家有开疆拓土的实惠 将军也可因工业卓著 而名垂千古 王根就对成帝 陈述了要这块的利益 成帝想直接向蝉于要地 又担心蝉于不答应 有伤赵命尊严 也损害中国的威信 王根就将皇帝要的的意思 告诉夏侯藩 只是他以他个人的意见 向昆蝉于要地 夏侯藩到匈奴后 在与蝉于交谈时说 我看匈奴有块土地 突出歇入汉朝边地 直达张耶俊 汉朝要委派三名都尉 驻守在赛上 士族则需数百人 在这种苦寒之地 守候时间长了 非常辛苦 蝉于应主动上书 呈现此地 滑到直线 把突出部分割让 可以省去两名都尉 数百士族 以此报答天子的厚恩 天子必然大大回报 蝉于说 这是天子给你的 赵命众所说的话 还是你作为使者 提出的要求呢 夏侯藩说 天子赵命众有这个意思 不过 我也是替蝉于 筹划好的计策 蝉于说 这是温偶王居住的地方 我不清楚他的地形 物产等情况 请让我派人去打听 夏侯藩 韩荣归国后 又再一次出使农 到匈奴后 就提出土地的要求 蝉于说 我们匈奴父子兄弟 已传位武士 汉朝从不要求此地 偏偏到我继位 就提出要求 这是为什么 我已问过温偶王 匈奴西部各诸侯 制作账目集车子 都依赖此地山上出产的木材 况且这是先父留下的土地 不敢轻易失去 夏侯藩回国复命 被调任太元太守 蝉于派使者到长安上书 讲了夏侯藩求帝的情况 成帝下诏回复蝉于说 夏侯藩擅自假称赵旨 向蝉于求的 依法应当处死 因为经过两次大赦 现在把他调往济南 人太守 不使他在面对匈奴冬季 十月 假银十四日 亡根患病 被免去官职 成帝因太子既然已继承大宗 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 于是在十一月封楚孝王的孙子刘景 为定陶王 使刘欣生父一脉得以延续 刘欣于左右商议 准备尚书叩谢皇恩 少父严崇认为 既当别人的继承人 一礼就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 不应当叩谢太父赵旋 却认为 应当叩谢太子听从了赵旋的建议 成帝召问太子因何叩谢的情况后 上书上奏弹劾赵玄 赵玄被贬将为少父 而任命光禄薰师丹为太父 最初 太子幼年时 是由祖母傅太后亲自抚养 等到成为太子 成帝召令傅太后和太子亲母丁基 留居京师的定陶国底 不许相见 不久 皇太后想让傅太后丁基 十天一次去太子宫探望 成帝说 太子以成绩正统 不能再顾念自己的骨肉亲人太后说 太子小时候是傅太后抱养大的 现在允许他到太子宫探望 不过是以汝娘的恩情对待他 不足以造成什么妨碍 于是下令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家探望 丁基因为没有抚养太子 只有他不能去 魏魏是众淳于掌在成帝面前很得宠 大受信任和重用 权贵压倒公卿 他在外结交诸侯 周牧 太守 那些人贿赂他的钱财 和皇帝给予的赏赐 累积巨万 他整日放纵于声色之中 许皇后的姐姐许 是龙洛思侯夫人 寡居在家 淳于掌与他私通 因而娶她为妾 许皇后 这时居住在长定宫 通过姐姐许 贿赂淳于长 谋求再当结余 淳于长接受了许后的金钱 和御用的车马昆 衣物器具等 前后千余万钱的贿赂 欺骗许后 假装许诺 为他向成帝请求 立为左皇后 许每次到长定宫探望许后 淳于掌就让许 捎书信给许后 戏弄侮辱他 侮辱轻薄 无所不言 这种书信往来 及贿赂 连续很多年 这时屈阳侯王根 为辅政大臣 久病在床 多次请求辞职 淳于长以外戚的身份 又位居久轻 按顺序应当代替王根 而掌权柄 势中 其都尉 光露大夫王莽 对淳于长的得宠 心怀妒忌 就暗中打听他的那些坏事 王莽在伺候屈阳侯 王根的病时 趁机说 淳于常见将军久病 感到高兴 自以为应当代替将军辅政 甚至已对士大夫及贵族子弟 谈论到任官社属等事 接着一一说出淳于常的罪过 王根大怒说 如果有这等事 为什么不告诉我 王莽说 不知将军心里的想法 因此没敢说 王根说 快去禀告太后 王莽求见太后 详细讲述了淳于长交涉淫义 想代替屈阳侯 以及与废后许氏的姐姐私通 收取许氏的衣物等贿赂 太后也发怒说 这孩子放肆到这种地步 快去奏告皇上 王莽又报告了成帝 成帝因为淳于长是太后的亲属的缘故 虽免去了他的官职 但不致其罪 把他遣送回封国 最初 红阳侯王莽不能得到辅政不臣的位置 怀疑是淳于长诽谤诬陷的结果 时常怨恨他 这种情况 皇上也清楚 等到淳于长将回封国 王莽的嫡偿子王荣 请求淳于长把车辆马匹送给他 淳于长让王荣 稍回赠送给王莽的珍宝重礼 王莽因此上密封奏书 请求成帝把淳于长留在京师 他说 陛下既然在诏书中说 因皇太后的缘故不加罪淳于长 就实在不应该再有其他惩罚 于是引起成帝怀疑 就把此事交付有关官署具追查验证 主管官吏逮逮捕了王荣 王莽令王荣自杀以灭口 成帝愈发怀疑 这其中有大的兼谋 就逮捕了淳于长 官押在洛阳赵狐 对他严厉追究 淳于长全部公出戏弄无辱废后续事 承诺立他为左皇后等事 罪名达到大逆 就在狱中处死 妻儿们依法当牵连的 被放逐到和谱 母亲王若遣送回元郡 成帝派廷为孔光持节 赐给废后许氏毒药 许氏自杀 丞相敌方进又弹劾说 红阳侯王立 狡猾不遵正道 请求将他逮捕 关进监狱成帝说 红阳侯是连的舅父 我不忍心让他受法律制裁 遣送回他的封国 于是狄方进又上奏 弹劾王立的党羽 和密友后将军朱伯 聚录太守孙宏 他们都被免去关职 和以前的光禄大夫 陈贤一起回归元郡 陈贤自知 从此被废除禁锢 忧愤而死 狄方进的智谋 才能绰绰有余 又兼精通法令条文 和行政事务 善用儒学经典 装饰自己的举止谈吐 使其高雅不俗 被人称为通达明里的丞相 受到天子的器重 他又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思 所奏之事 没有不合皇上心意的 当淳于坤 常受重用时 狄方进只与淳于常结交 在成帝面前 称赞和推荐他 等到淳于常 犯大逆罪被处死 成帝因为狄方进 是朝廷重臣 为他隐瞒掩饰 敌方进内心惭愧 尚书请求退休 成帝回报说 定灵侯淳于长 已服罪 你虽与他交往 古书不是说 早上的过失 晚上改正了 君子都赞许 你还疑虑什么呢 请专心一意休养 不要耽误了医药 自己保重 于是敌方进起来办公 再次上奏 分裂条目弹劾 宇淳于常 亲近友善的 经兆尹孙宝 又扶封萧玉等人 因他指控 而被罢免的刺史 二千十以上 高级官员 有二十余人 寒谷都尉 建平侯杜业 一向与敌方进不和 敌方进上奏说 杜业接受 红阳侯书信嘱托 犯了不敬罪 杜业因而被罢免 遣回封国 成帝因为王莽 首先揭发重大奸恶 称赞他忠心正直 王甘因而保健王莽 代替自己 秉淫二十六日 任命王莽为大司马 十年三十八岁 王莽既然超出同列 受到提拔 继四位伯父叔父 成为辅政大臣 就想让自己的名誉 超越前人 于是克制自己的欲望 休养不倦 聘请各位贤良作愿 使等属官 将皇帝的赏赐和封国的收入 全部用来供养名士 他越发简朴节约 母亲患病 公卿列侯 都派夫人去探问 王莽的妻子出来迎客 衣裙的长度不拖地 穿着不围裙 看见他的人 还以为是奴婢 询问之下 才知是王莽夫人 他就是这样搅饰作作 以博取名声 丞相敌方进 大司空何武奏称 春秋所昭示的大义 是用尊贵者治理卑贱者 而不是让卑贱者控制尊贵者 赐使的职位 是相当于夏大夫的小官 却能够督查二千十官 轻重的标准不合 我们请求撤销赐使 令行设置周末 以和古至十二月 下诏撤销赐使 改设周末 官至二千十 坚为俊有人在水畔得到十六枚古庆 议论者认为这是一种祥瑞 刘相因而劝成帝说 应该在京城设立太学 在地方设立学堂 陈列礼器乐器 大力提唱雅宋之类的诗歌 诗礼貌谦让的举止盛行起来 以教化天下 如果这样做了 仍治理不好天下 还从未有过 或许会有人说 制备礼器无法周全 离以培养人为根本目的 如出现过错 这是虽有错 却培养了人 刑罚出现过错 或许会致人死伤 今天的刑罚 也不是高逃时代的刑罚了 而有关机构 请求制定刑罚 山的山 家的家 用其救治石壁 至于提到李乐 则推辞说 不敢轻举妄动 这是敢于杀人 而不敢于培养人 就因为祖 斗等礼器 管 弦等乐器 稍有不备 因而放弃礼乐 这是舍弃小不备 而屈就于大不备 受迷惑 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教化与刑罚比较起来 刑罚为轻 不幸李乐 就是舍弃重的 而关注轻的 教化是治理国家的依靠 而刑罚是治理国家的辅助 而今废弃了依靠 而单单把辅助树立起来 不可能导致太平 连京城都存在悖逆不孝顺的子孙 陷于死刑 遭受刑路的人不断 都是因为不学习武偿 坤人 义 理 智 信的道理的缘故 汉代承袭了千年衰落的周朝 又继承了残暴的秦朝 已留下的弊病 人民逐渐浸染上恶劣的风俗 贪婪艰险 不熟悉人意 道理 如果不显示崇高道德去教化他们 而单靠刑罚强迫 这种状况终究不会改变 成帝把刘相的建议交付 公卿讨论 丞相 大司空奏请设立京师太学 并请巡行长安城城南 选址和树立标记 还未开工 急作罢 这时又有人说 孔子是一届平民 却有门徒三千人 如今天子太学的弟子太少 于是又增加太学弟子名额到三千人 实行一年多 又恢复原来的名额 刘相自认为已得到成帝的信任 因而常常公开为刘氏宗室进行争辩 击刺王室即在位大臣 言辞往往沉痛恳切 出于内心致诚 成帝多次想任用刘相为九卿 然而得不到王室占据高位的人 以及丞相 御史的附和支持 因此刘相始终得不到升迁 他处在大夫的行列 前后三十余年而死 过了十三年后 王室取代汉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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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